工地旁黑色轿车撞得稀巴烂 铁皮围里也被撞凹了 撞进里头的黑色轿车更惨 车窗玻璃几乎完全破裂 车身也撞得歪七扭八 车上的驾驶及乘客都受了伤 其中一人还半弯着身子 被扶了出来 站都站不直 痛得不得了 意外发生在13号凌晨2点多 两辆车因为行车纠纷 竟然一路尽速追逐 车速飞快 就在人物区人雄路段失控 20岁无姓男子追撞前车 导致前车撞进了工地 他自己则是撞上了电线杆才停止 现场一片狼藉 连水管也被撞破了 警方赶到现场 伤者竟然还跑到工地的二楼躲藏 工地里面的二楼 找到他们有轻毁的受伤 我们目前将两个患者送龙总 结果哀壮的24岁男子及乘客都受伤 被送医救治 还好上市不严重 一次从后方开车的时候 追逐前方车子的时候 撞到侧边还是说尾后 导致他侧撞到工地里面 他自己本身也因为行车过快 也撞到电线杆 我们现场就是逮捕一人 撞人的无性驾驶被依线刑犯逮捕 全案以公共危险及毁损罪送办 TVBS新闻邦志成高雄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